大伯高中后 为何王爷攀亲 送我进了王府 王妃怜我年幼 将我养在身边 她教我读书名礼 教我骑射健体 众人都笑她 这不是替王爷养侍妾 而是给自己养女儿 她从不与他们争辩 只笑着说 若我有个这样的女儿就好了 瞧 名字起得多好 岁安、岁岁平安 人这一生若能平安终老 便是上天眷顾 只可惜 是长与愿违 进王府那年 我只有九岁 这个年纪本不该谈婚论嫁的 只是大伯等不及我长大 因为夺嫡之争也等不及 王爷需要大伯证明他的忠诚 因心便是最好的投名状 祖父对我说 王爷也不是禽兽 如今只是先接你入府养着 等到年纪了再抬你入房 你也别怪我心狠 你大伯好不容易才有了官身 若非卢家底子薄 帮不了他太多 我也不会送你走 虽安啊 你此去 要记得自己始终是卢家女儿 我们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可那时的我不懂这些 只记得我娘望着我无声哽咽 而我尚且不明白什么是分离之苦时 就被老嬷嬷拽着离开了家 我是从脚门进王府的 老嬷嬷紧捏着我的手腕 捏出了一圈红痕 她的步子大 我小跑着才能跟上她 又跑过一个回廊 老嬷嬷突然松开拉着我的手 朝一个身着宫装的女子扶身行礼 那女子立于廊中 微风吹起她的裙摆 飘然若鲜 是沈宁 老嬷嬷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我的身世 沈宁只当听不见 她朝我温柔一笑 问 小可怜 你想吃冰烙吗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懵懵懂懂地点头 她避开我腕上红痕 轻轻勾住我的手指 说 你随我来 她的手温暖而柔软 和我娘的相似 又有些不同 我仰头看她 问 姐姐 你也不能回家了吗 沈宁的步子顿了顿 她点头 对 不过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低头 盯着新秀鞋上的一对珍珠 我听到老嬷嬷叫你王妃了 王妃 是王爷的妻子 是嫁了人的姑娘 老嬷嬷说过 嫁了人的姑娘 都是不能回家的 沈宁捏着我的脸 笑道 你还挺机灵 等我吃上冰烙的时候 沈宁已经吩咐人 将我的行李安置到了她的院子里 她和王爷说要亲自教养我 王爷让她随意便事 后院里的事 王爷向来都由着沈宁 我一度以为王爷是爱沈宁的 否则 他怎么会听她的话呢 我爹就从来不听我娘的话 我悄悄和沈宁说这个论断的时候 她笑得眼泪直流 真不得了 你小小年纪 就懂什么是爱 我挠着后脑勺 不明白她为什么笑成这样 她笑完了 又板起脸 开始检查我的功课 沈宁说要教养我 便毫不含糊 诗书里乐自然是要学的 除此之外 还给我做了把工 教我射箭 她穿旗装时会把头发高高挽起 不失粉袋 干净利落 我最喜欢看她射箭 她盯着靶的目光 锐利地向天上遨游的鹰 我学着她的样子拉弓 射出去的箭却总是拖把 见我快哭出来 沈宁没有笑我 她走到我身后 把着我的手 将那弓拉满 羞的一声 随着破风声响起 那只在我手里毫无用处的箭 郑重靶心 沈宁说 遂安 记住赢的感觉 世间万事 读书也好 习武也罢 都不容易成 若时机不对 总是做不成 难免心生俱异 再难寸进 可你一旦赢过她一次 那就能赢她第二次 第三次 直至打败她 我听懂了 姐姐 你的意思是 师叔也会欺软怕硬 沈宁笑着 给了我一个脑瓜崩 对 就欺负你这小猪脑壳 什么呀 人家聪明着呢 等我学会骑马的时候 沈宁怀孕了 她稍微胖了些 脸蛋红扑扑的 我喜欢听她的肚子 有动静没动静 都要趴着听一会儿 那时她会点我眉心 骂我淘气 美中不足的就是王爷常来看她 一来就要过夜 我便不能和沈宁一起睡 没有沈宁的夜分外长 我拥着被子发呆 可月亮坠下去得很慢 数星星永远数不清 我只能去看沈宁的窗 暖黄的烛光透过窗纸溢出来的时候 变成了和月光相同的白色 有些冷 我的肚子疼起来 湿润的血腥气 弥漫在鼻尖 我看着腿间的血 只觉得自己应当是得了重病 而沈宁不在我身边 她什么都不知道 陪床的座儿比我的年纪还小些 已经睡着了 幸好她睡着了 否则定然会大呼小叫 要是冲撞了王爷 可能来不及等我病死 我们就一同被刺死了 我有些委屈地提起灯笼 摸黑去找苏玉玲 她是侧妃 能帮我请大夫 苏玉玲见我含着眼泪来找她 吓得脸色苍白 等问清楚发生了什么 她又笑起来 她温柔地说 这是出巢 我们虽然长大了 在此之前 我和苏玉玲的来往不多 或许是此刻她的语气太像沈宁 我无法自控地扑进她怀里 苏姐姐 我害怕 她轻轻拍着我的背 安抚着我 又吩咐人打热水来 她教我如何清洗 又告诉我如何计算日子 僵养身体 我明白过来后有些害羞 却不愿意离开 我不想一个人睡 都是沈宁把我惯坏了 明明在家里时 我都是一个人睡的 苏玉玲没有拒绝我 她点了点我的鼻尖 浇灌 这么大的姑娘 还这么粘人 青纱杖落下 隐隐绰绰地 模糊了苏玉玲的容颜 姐姐 我不自知地叫出声 像一个朝三暮四的男人 身边陪着的是一个 心里想着的是另一个 这么想着 又把自己逗笑了 苏玉玲的床又香又软 我很快就睡着了 一夜无梦 清晨去给沈宁请安时 苏玉玲笑着打去我昨夜的事 小丫头以为自己得了重病 害怕地哭了呢 沈宁听完 眼中雾气阴晕 我知道 她心疼了 傻孩子 肚子还疼吗 我摇头 昨晚上苏姐姐给我喝了红糖水 已经不疼了 沈宁点头 对苏玉玲道 辛苦你了 苏玉玲只是笑着 没接话 我愚钝 听不懂沈宁言语间的客气疏离 更读不懂苏玉玲的沉默 苏玉玲走后 沈宁欲言又止 最终却只是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松雪姑姑笑道 教她吧 您说她年岁上小 不教她吧 您又担心她被老虎吃了 沈宁无奈道 罢了 好歹有我护着 倒不必这么早就懂事 我问这儿 大人为什么总说些我听不懂的话 转瞪圆了眼睛 她甚至听不懂我说的话 更别说回答了 沈宁的肚子越来越大 她懒得晚宫 便带着我下棋 我总是输 她也不让我 只是指着其路 不厌其烦地教我该如何设局 又该如何解困 奈何天资有限 我听不懂 还总打瞌睡 沈宁便让松雪姑姑泡茶来醒神 她严厉道 其路亦是求生之路 你不懂做局便罢 解困总是要学的 可我还是枕遮落雪的声音睡着了 沈宁生产那天 下了很大一场雪 她生产还算顺利 吻婆进去不久就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可她还是大出血了 欲一枕完脉 问起沈宁最近的饮食 问题竟出在一盏安神茶上 千年的老身 放在常人那里是不品 放在孕妇身上却容易置其滑胎 虽然没喝太长时间 胎儿是保住了 沈宁的大出血却怎么也止不住 听到御医的话 我如遭雷击 那安神茶是我亲手熬的 那千年人参 是苏玉玲给我的 人生明明是好东西 为什么好东西也能害人呢 我在廊道里跑起来 冷风灌进喉咙里 刀割一样 苏玉玲点得香味道清淡 她真静地坐在香炉前 光透过窗纸 又被绸缎做的帘子绿了一层 待照到她脸上时 泛着幽微的绿色 我站在门口 问她 为什么 她笑起来 牵动着面颊上的肉 像一具咽尸 卢遂暗 你不过是个没有名分的师妾 谁给你的脸面 在王府里 捅我平起平坐 对 是沈宁给你的脸面 她什么都懂 却把你养成这般天真的模样 那这一刻 便让我教你吧 在皇家 天真就是愚蠢 愚蠢 就是罪 我后退一步 一脚踩空 跌倒在院子里 院子里的积雪被铲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冻得发硬的地砖 我结结实实摔了一跤 赶来的松雪芒将我扶起 她眼眶泛红 姑娘 快回去吧 王妃娘娘在等你呢 膝盖磕破了 但我往回跑的时候 感觉不到疼 沈宁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见我来 用尽全力挤出一个笑容 哭什么呢 又不是你的错 我跪在床前仰头看她 只觉得喉咙被一只手扼住了 怎么也说不出话 沈宁替我擦去眼泪 无论是不是你来送 那只人参总会被我吃下去的 王爷不在京中 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可偏偏就是我来送的 我低头看自己颤抖的双手 总觉得上面有鲜红的血迹 苏玉玲天天要我亲手杀了我的姐姐 你不要自责 我的出身不高 后宅许多事都是慢慢学的 是我自以为是 总觉得可以和她再周旋一些年 等你长大成人 可惜 你长大后是什么模样 我没机会瞧了 沈宁的气息渐弱 婴儿啼哭声响起 虽暗 她脏了你的手 你不要拿此事发作她 你要护好自己 也替我 替我护好敏诚 好不好 鲜血自她唇边一出 我的五脏六腑绞成一团 浑身颤抖 松雪哭声响起的时候 我明白 苏玉玲说得对 在权力漩涡中心 天真就是愚蠢 愚蠢就是罪 后来的日子 我没听沈宁的话 我收集好证据后 就将一切呈给了王爷 如果王爷能为沈宁主持公道 我死得其所 可除了敏诚被送到太后身边教养之外 一切毫无变化 也不是毫无变化 王爷如愿登基后 苏玉玲也如愿坐上了后卫 而我授封为妃 得掌中翠公主位 中翠公离养心殿远 皇上不爱来 住在这里的妃嫔 大多不得宠 皇上尽我的位分 却又让我迁居中翠公 不少人揣测这是名声暗讲 我的大伯正在边疆效力 我亦没什么错处 封个高位一道僻静处养着 倒也合理 本就众说纷纭 千宫那天 又突然传出我被撤下绿头牌的消息 河宫上下这下笃定 皇上确实厌弃了我 这儿愁道 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 快入冬了 内务府要是克扣我们的探 可如何是好 我看着棋盘 黑字先行 却只剩一个弃口吊着命 还能是谁 皇上亲自下的秘旨 除了同管后宫的皇后娘娘 还有谁能知道 既然是秘旨 皇后怎么敢将此事弄得人尽皆知 她不怕皇上降罪吗 你不了解皇上 可皇后对她了如指掌 或者说 我将手中黑字落到气口处 看起来是疲于奔命的一步棋 极为狼狈 你不了解权力 可皇后对权力了如指掌 帝王富有四海 这四四方方的后宫里 无关痛痒的几条人命 尚且不值得她费心 日落时分 烛火幽微 昆宁宫的大宫女竹亭来中翠宫宣旨 苏玉玲贺我千功之喜 赐我一对朱砂手镯 那朱砂红的刺怒 像极了沈宁唇边溢出的血 见我愣着 这儿替我接过贺礼 又恭恭敬敬地送走竹亭 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我垂眸 握紧手上的朱砂手镯 这手镯 是沈宁的遗物 我将那对朱砂手镯一左一右戴在手腕上 一时竟分不清这是首饰还是镣铐 苏玉玲知道我恨她 但是她更好奇 一个失宠的妃子 该如何动摇她这个中宫皇后的地位 她专程送来沈宁的遗物 就是想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失宠了 说来也好笑 皇上不替沈宁报仇 却念着我和沈宁的情分 对我多有照拂 我膝下五子 却破格将我封为贤妃 不过再多的 她也不愿给了 进封 千宫 撤牌子 是她对我的敲打 若我愿意稀释宁人 便可享尽荣华富贵 若我执意要报仇 中翠宫便会是下一个冷宫 烛火摇晃 这儿替我披上披风 娘娘 起风了 我看向窗外 枯叶凌落 三年大选于六月结束 新人陆续入宫 后宫的风也该刮起来了 搬进中翠宫的新人是一众秀女中最美的那个 听说皇上一见她 便以施赞其滋容 迎青春则玻璃地 浓淡烟云水墨天 清丽脱俗的家人 唯有迎自堪配 迎贵人搬进来后便来跟我问安 她的言行自然是周全的 只是出身低了些 甚少见过大场面 难免有些羞怯 我瞧着她那单薄的身形和倔强的眼神 就知道她是我要找的人 这位新来的迎贵人和苏玉璃年轻时神似 容貌还更胜一筹 我心中满意 面上却不嫌不淡 客气地打发了她 朱儿摸不着头脑 娘娘不是想和迎贵人结盟吗? 为何带她如此冷淡? 我转着腕上的镯子 问 若你刚进宫 太后便亲热地要同你一起用膳 你会怎么想? 朱儿愣道 我死期到了 我笑出声 这便是了 我位列非位 而她只是个新进宫的贵人 我位高 她位低 我却要对她陪笑脸 这不合常理 所谓是有反常必有妖 她对我的防备之心 只会增不会减 可娘娘冷戴她 何时才能同她亲近? 傻丫头 结盟靠的可不是亲近 而是相同的敌人 自高宗起 后妃再无私产之说 吃穿用度 全指着皇上的恩宠 妃嫔求宠 不是求爱 而是求生 赢贵人美丽的容貌 是一根令后宫上下都难眠的刺 我还愁没有机会吗? 我迁宫后 告病休养了一段时间 众人只以为我是失宠了 没脸见人 他们没想到 我会在新人初次给皇后请安的那天露面 脸色各有各的难看 可苏玉玲氧气的功夫好 虽有些意外 还是笑着嘘寒问暖了一番 我一笑着坐到信贫让出的位置上 指着跪在花厅中的赢贵人 问 她做错了什么? 怎么满屋子就她跪着不起来 无人应答 一个是得罪了皇上的妃子 一个是统设六宫的中宫皇后 诸都知道该选谁站队 苏玉玲此刻地笑真心了许多 她在等我发疯 想要把一个人逼疯 无需装神弄鬼 只需无视她 让她做开的疗口 发得出声的哑巴 她的声音越大 周边的人越像笼子 她就离歇斯底里不远了 等她崩溃的时候 她就会坐实疯子的罪名 苏玉玲要我看清自己的处境 六宫嫔妃皆站在她身后 使我于无物 幸好 此题并非没有破解之法 既然无人应答 那迎贵人应当没什么错处 这儿 扶她起来 迎贵人怯生生地看我一眼 又垂下头 不赶起来 苏玉玲还是不说话 我沉默片刻 满是只剩呼吸声 压抑极了 我仰手将桌上茶盏打翻 瓷器碎裂的声音令众人一惊 滚烫茶水溅到信贫身上 她没忍住 雨带薄怒 贤妃娘娘 您这是做什么? 哟! 听得见哪! 本宫还以为你们都聋了呢? 说完 我又对苏玉玲说 皇后娘娘 上位问话 下位不可不答 否则便是藐视宫规 今日本宫问了两次 他们皆不应答 是否太没规矩了些 不带苏玉玲回答 我看向信贫 痴笑一声 宫中老人尚且如此没规矩 还想给新人立规矩 看似骂嫔妃没规矩 实际骂皇后不会管 苏玉玲自然也听出来了 后妃们见她脸色难看 跪了一地 我和皇后剑拔弩张 迎贵人忙请罪 只说她今日来迟了 本该受罚 我笑道 迎贵人或许不知 皇后娘娘最为宽宏不过 你再跪下去 恐怕有损娘娘贤名 话到此处 苏玉玲不得不下这个台阶 贤妃说的也是 小城大界便罢 都起来吧 竹亭不愧是苏玉玲的心腹 她见苏玉玲吃瘪 立刻接话 皇上还要过来用午膳 昆宁宫得早些准备 各位娘娘也回去歇息吧 苏玉玲这个皇后当的名妇其实 不仅有权 还有皇上的宠 众妃乖巧退下 我也带着迎贵人回了中翠宫 她心思单纯 不断同我道谢 我听了一会儿 打断她 迎贵人 功归森严 你既不是跋扈之人 又是初次给皇后请安 断然不会刻意去迟了 她叹道 即日臣妾早早出门 走在路上时不知被谁撞了一下 衣上沾了脏东西 恶臭难闻 未免冲撞凤架 只得回去重新梳洗 这才迟了 我点头 道 赢贵人应当已经瞧见了 三宫六院 救人新人 无人挤你出挑 往后这些小把戏恐怕只会多不会少 你住中翠宫 我本该护着你 可你也应当听说过我的事 如今的我亦是尼菩萨过河 今日这时 若不是理在我这儿 我也没法子给你说话 不过嘛 我话风一转 你若想得宠 我倒是可以帮你 她咬唇 不知如何是好 我握住她的手 将腕上朱砂镯吞给她 不着急 你想明白了 来找我便是 说吧 我回了寝殿 这儿看着呆立院中的赢贵人 问 如此贵重的东西 娘娘怎就给了她 若是她不来 可如何是好 我说 她会来的 赢贵人犹豫 一是同我交情不深 二是她自信能靠自己得宠 按常理来说 确实如此 可这是宫礼 便是皇上翻牌子 也有手脚可做 后宫嫔妃众多 第一波送上去给皇上挑的牌子 大多按照皇后的意思来排 皇上政务繁忙 甚少能想起后头还有一拨人望眼欲穿 她想靠自己得圣宠 且有的等呢 我借口养病 不再去给皇后请安 赢贵人 沉昏定醒一个不辣 却迟迟没等来皇上的宣照 寒风刮过 在今年冬天的第一个雪夜 我的房门被敲响了 这儿打开门 只见赢贵人浑身湿透 瑟瑟发抖 唯独一双眼睛灼灼如火 贵人这是怎么了 这儿一边请她进门 一边去拿毯子准备给她披上 赢贵人固步地身上湿冷 贵倒在我身前 气声道 求娘娘帮我 这些日子 皇后的人没少给她穿小鞋 她本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 可内务府还是克扣了她的叹 北方的冬天 光靠洞也能洞死人 苏玉玲这是想要她的命 她本就不是世家大族的女儿 没有陪同进宫的丫鬟 至于伺候的宫女太监们 一听说她得罪了皇后 都忙着另谋出路 偌大一个子进城 竟找不出一个关心她是死是活的人 我扶起她 将毯子披到她身上 我明白 但凡能熬住 你也不会来求我 赢贵人苦笑 不怕娘娘笑话 臣妾虽然出身不高 在家中却也是父母的眼珠子 何曾受过这样的苦 方才我渴了想喝水 叫不动人 只能自己去打水来烧 不成想摔了一跤 水和雪洒了满身 我这才知道 原来冷得很了是绝不出冷的 只会觉得痛 针扎一样 细细密密地扎进骨头里 臣妾明白 教职宫里这些高门贵女 臣妾母家无权无事 便是吃点亏 受点委屈也是应当的 便是不受宠 臣妾也不能给家中惹事 可当臣妾躺在雪地上时 还是问了问自己可愿意下半辈子就这么过 她猛地抓住我的手 眼中充盈的是令我满意的力气 她说 臣妾的答案是 不愿意 娘娘也说过 论样貌 无人及臣妾出挑 那为什么臣妾要过得像狗一样 受尽欺凌和白眼 我笑道 妹妹天人之姿 自然不该被埋没 这后宫之主是皇后 可天下之主是皇上 我想了许久才想明白 迄今为止 后宫的局势和嫔妃的斗争无关 和皇上的意愿有关 皇上想让我和苏玉玲斗 却只能在她划定的范围里斗 不能越界 她要用我的存在约束苏玉玲的行为 又不许我真的伤了她的性命 真是煞费苦心 我早该明白的 皇上不愿意替沈宁主持公道 是因为她喜欢苏玉玲 忠儿宁甘帕子 替赢贵人擦脸 皇上喜欢苏玉玲什么呢 沈宁纯智 善良 她什么都好 唯独容貌稍逊一筹 苏玉玲心机深沉 手段毒辣 天天国色天香 我从前总觉得皇上是英主 她应当公正严明 惩恶扬善 却忘了 她也是男人 男人爱女人什么呢 帕子擦过的地方 迎白如玉的肌肤泛起粉色 是了 天底下的男人都爱这抹粉色 色彩是刮骨钢刀 既然这宠爱来得如此肤浅 那年轻的 充满生机的 沉于落雁的美人 为什么不能赢 迎贵人半夜来找我的事 隔日便传到了皇后的耳朵里 竹亭带着御医来 听闻昨夜迎贵人受了寒 皇后娘娘担心得紧 刚知道便遣奴婢带御医来 我明白 迎贵人这下没病 也得有病了 中翠宫最好住着两个出不了宫门的病秧子 不能面胜 自然就不能争宠 迎贵人惊慌地看着我 她大概猜到了皇后的用意 可她不知道该如何破解这个困局 我安抚她 先诊脉 御医捏着胡子存了半赏 说 贵人染了风寒 最近几个月最好不要出门见风 竹亭装模作样地关怀了几句便要走 却被我叫住 既然竹亭也在 不妨做个见证 我命人将伺候迎贵人的太监宫女带到院子里 立声问 昨夜是谁守的夜 一众人垂着头 无人敢答 这儿搬来椅子 我慢悠悠坐下 看了竹亭一眼 怎么 本宫的话又没人听到了 既然竹亭也在 不如替本宫教教他们 以下饭上该当何罪 众人这才呼啦啦跪了一地求饶 竹亭面色难看 明知被我利用 却只能顺着我的话继续说 贤妃娘娘是上了御蝶的主子 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静如此怠慢 是想去慎行司走一遭吗 他话音刚落 我佯装震惊 慎行司 竹亭这惩罚 未免中了些竹亭低头后退一步 还请贤妃娘娘攻断 我点头 说 本宫向来宫廷 不会刻意为难谁 只是国有国法 宫有宫规 大家各司其职是本分 昨夜迎贵人为何受寒 便是有人玩忽职守 让赢贵人连一口热水都喝不到 竹亭你好声听着 务必将此事告知皇后娘娘 不能因为本宫病着 就任由雕奴妻主 竹亭听完 脸上一阵清一阵白 怒道 水手的夜 还不出来认罪 能不生气吗 他本是来下套的 却被我反将义军 不得不亲自把留在中翠宫的钉子拔出来 竹亭走后 赢贵人钦佩道 原是死局 竟被娘娘借刀杀人了 赢过一次 妹妹现在还怕皇后吗 她摇头 我说 这便是了 但凡是人做事 就不可能没有披露 只要有披露 就定然有反击的法子 便是大权在握宠冠六宫的皇后 也并非无懈可击 你不怕她 才有赢她的机会 她让你敬仰 你便好生养着 不必着急抛头露面 我要让你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皇上对沈宁 并非毫无感情 若她还活着 这后卫自然就是她的 如今她虽然走了 闽城的太子之位 也无人可动摇 若赢贵人能兼具沈宁和苏玉玲的优点 那她宠冠后宫 只需要一场惊艳的邂逅 赢贵人想在过年的宫宴上露脸 我却将目光放在春兽上 她本就生得鸟挪风流 弹琴跳舞 似她本就该做的事 不够新鲜 我拿出沈宁给我做的工 没想到多年后 轮到我来教别人了 赢贵人学了一整个冬天的射箭 不仅身体好起来 精气神也更足了 我是后妃中为数不多会骑射的 往年春兽 皇上都会带我去 只要我能去 赢贵人就能去 今年苏玉玲却借口我病体难知 将我从名单里踢了出去 赢贵人慌道 这可如何是好 难道我们还要再等一年吗 我挑眉 急什么 她见我胸有成竹 镇定下来 娘娘有对策了 我笑道 朱儿 拿我的工来 春寒料鞘 玉花园里没什么人 我晚宫对准新开的桃花 那是苏玉玲最宝贝的一棵桃树 我松开手 开得最艳的那枝桃花 也应声而落 朱儿将那花枝递给我 连连称赞我的记忆又进步了 我拿着那枝桃花 不出意外看到了苏玉玲铁青的脸 她没发作 因为她身边站着皇上 皇上的相貌算不得伶俐 说话做事却常出人意表 她没问我在玉花园射件的罪 反而问苏玉玲 皇后不是说贤妃身子不好吗? 苏玉玲临危不乱 贤妃因着身子不好 已有半年没来给臣妾请安 皇上没再说什么 她的眼神落在我的宫上 她说 不可再犯 我见好就收 跪下谢恩 离开玉花园前 皇上又说 既然贤妃的身子好了 这次春兽便随朕一起去吧 我明白 她这是堵物私人了 这把弓是沈宁的 皇上心里清楚 但她不在乎我玩这些小把戏 去争她的宠 似猫而狗而围着主人求爱怜 越别出心裁的那个 越容易达成目的 狩猎向来是男人的游戏 后妃大多留在大营等皇上满载而过 故而 当我带着迎贵人换上奇装出现时 众妃的脸色都难看极了 我便罢了 往年我都这么穿 谁都看厌了 可迎贵人却让众人眼前一亮 自然也吸引了皇上的注意 信平嘲弄道 还是妹妹心思灵巧 会不会地另说 该办得办上 像那么一回事就行 她这么一说 皇上眼中的性质便捡了大半 太祖马上得天下 骑射对皇室而言 有不寻常的意义 想用骑射争宠 必须拿出点真本事 不容戏谑 信平是为了打压迎贵人才这么说的 可苏玉玲的神色肉眼可见地凝重起来 我和她想到一处去了 所谓欲扬先逸 没有信平的打压 赢贵人还得另寻机会表演 可现在就不同了 信平一番话 已经替她吸引了附近所有人的注意 赢贵人不做辩解 她看向天空 飞鸟进食 她晚宫搭建的动作行云流水 漂亮极了 一见穿云而上 飞鸟落下 她得意地回头看信平 神采飞扬的模样十分动人 当夜 皇上便照姓了她 自此之后 赢贵人宠冠六宫 不出半年 照尽为贫 赢贫今非昔比 对我却格外敬重 不知是她长尽了 还是本就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 总之 一切都按我所设想的那样发展 苏玉玲的恩宠被分了大半 恩宠被分走了 权力还远吗 盈贫在血液里落下了病根 一到冬天膝盖就疼 她还那么年轻 就伤了身体 忍痛时梨花带雨的模样 格外令人怜惜 内务府恪扣她叹的是 被皇上亲自翻了旧账 此事交给内务府总管去查 盈造司的主事倒了大霉 重刑之下 盈造司主事交代 一切都是听竹亭的吩咐 皇上亲自下旨 发落竹亭去了换衣局 苏玉玲又逃过一劫 这回连坠儿都没忍住 竹亭还能越过皇后擅作主张 虽然我也没想着凭这一件事就扳倒苏玉玲 可皇上对苏玉玲的回护之意依旧令我心浮气躁 我深吸一口气 逼自己静下来 苏玉玲不会白白吃亏 她会更凶狠地反扑 我还得接招呢 可不能乱 想是这么想 却还是开了窗 任由夜里的凉风灌进来 竹亭担心我着凉 却也无可奈何 劝了半天无果 她突然一笑 说 娘娘任性的时候 更有活人气 活人气是有了 病也来了 御医说我是风邪亲体 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 苦得我快晕过去 这儿趁机道 下次那窗关不关得我说了算 全听这儿姑娘的 下次你就是将那窗疯了 我也没有二话 说笑间 皇后宫里来人 宣我去见 这儿忧心忡忡 娘娘您本就风寒 出门再吹吹风 恐怕夜里就要烧起来 可皇后宣照 我不得不去 况且 我也想知道苏玉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昆宁宫静悄悄地 苏玉玲独自一人坐在花厅煮茶 我一见她红润的脸色 心中顿感不妙 竹亭是她的心腹 她在冷心冷情 也会为蛇了衬手的工具而恼怒 断不会是这春风得意的样子 她见我脸色苍白 笑得愈发开怀 贤妃刚打了胜仗 既除了竹亭 又除了本宫安排在营造寺的人 本该得意才对 怎地这副半死不活的模样 我咳嗽一声 反唇相饥 皇后娘娘刚输了一场 也不见娘娘伤神 她将煮好的茶放到我面前 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 下一场赢回来救世 何必耿耿于怀 我叹气 听娘娘这话 是胸有成竹了 她笑道 卢遂安 你向来爱当好人 不是救这个 就是救那个 这次本宫就成全你 你是想让你身边那个小宫女活 还是想让盈廷活 什么意思 苏玉玲故作惊讶 怎么 贤妃不知道吗 你身边的这儿姑娘 有个相好 盈廷进宫前 也有个相好 偏偏那两个男子 如今都在紫禁城 宫女虽然能出宫嫁人 但那也是出宫后的事 只要她还在宫中 她就是属于皇上的 不可同任何男子有私情 苏玉玲刚说完 这儿便想下跪 我拦住她 好好站着 纵然心中已是惊涛骇浪 我却不愿意让苏玉玲看出来 皇后娘娘要我选一个人活 这可不像娘娘的行事风格 哦 本宫都是如何行事的 自然是 斩尽杀绝 贤妃将本宫想得太坏了 若本宫如此毒辣 贤妃当初如何活得下来 自然是因为我大伯当时正替皇上领兵卖命 虽然我的命不值钱 可我若死了 我大伯难免会揣测皇上的态度 坠坠不安的将领如何打胜仗 苏玉玲还真是什么话都好意思说 我冷笑一声 正想讥讽几句 却见屏风后似有人影闪动 原来如此 怪不得她要我选 盈婷就在屏风后看着呢 要么我和坠儿主仆失和 要么我和盈婷离心离德 无论我怎么选 总是一个书 好读的计策 这么多年过去 她依旧如此 不仅要害命 还要诛心 就如她当年 天天要用我的手来除掉沈宁 坠儿或许不懂苏玉玲的算计 但她明白盈婷才能帮我复仇 她跪倒在我脚边 哭道 娘娘不必为了奴婢为难 奴婢哪能和盈婷娘娘比 娘娘只管保下盈婷娘娘就是 奴婢心中绝无半句怨言 苏玉玲见状 也不催我 慢悠悠地饮下一杯热茶 我扶起转儿 冷笑一声 我不选 我要她们两个都活 苏玉玲明明可以将她们一网打尽 为何要多此一举 找我来演这一出戏给盈婷看 大费周折只为了离间我们 这说不通 唯一的解释是 苏玉玲有更想要的东西 准不过一个宫女 真把事情捅出去 皇上说不定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 干脆给她赐婚 至于盈婷 说什么老相好 顶多一个就相识罢了 盈婷说自己出身低 也只是相较于京中贵女而言 好歹也是官宦人家的女儿 便是曾有芳心暗许的人 也不可能越界 而皇上对喜欢的女子向来宽容 盈婷撒撒娇卖卖吃 说不定也就混过去了 苏玉玲明白 她捅破坠和盈婷的事 未必能讨到好 反而可能引火烧身 皇后娘娘不妨直说 您到底想要什么 苏玉玲突然叹气 虽安 你小时候明明是个傻孩子 如今却凌厉地让我害怕 我笑弯了眼睛 皇后娘娘说过 蠢就是罪 这句话 虽安可一刻都不敢忘 苏玉玲要我替竹亭顶罪 我答应了 这儿一路坠坠不安 刚回到寝殿 她就跪下请罪 奴婢并非故意瞒着娘娘 奴婢和孙郎虽然自幼相识 可近些日子才在宫中重逢 奴婢只是没有想到 她刚和我要了帕子 皇后就知道了 我扶起她 巧合太多 想来她也不是良人 这儿苦笑 今日皇后一提起这事 奴婢就明白了 这哪是良人 这是圈套啊 奴婢蠢 活该受罚 娘娘还有血海深仇要报 怎能为了奴婢前功尽弃 这儿 沈宁不会觉得你的命比她的贱 我出入王府时 不过是个和奴婢差不多的师妾 卢家也刚有官身 九品芝麻官 算得上什么 何况那当官的还只是我大伯 沈宁若捧高采低 就不会把我当亲妹妹养 我是有仇要报 但那不代表我能用无辜之人的命来填 若我真的不管不顾 何必同她斗智斗勇 一包毒药送她走便是 可你也清楚 若我真的用毒 那整个后宫都要被清洗 不是因为苏玉玲的命值钱 而是因为皇上的命贵 独能送到皇后嘴里 便能送进皇上嘴里 无人可以承担这种风险 自然是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 众儿若有所思 却还是为我答应苏玉玲 感到不值 竹庭 或许才是扳倒苏玉玲的关键 她给我这个机会 我为什么不用 朱儿 准备好干净衣裳 我们去换衣局 竹庭面前堆着的衣裳是最多的 当初她是皇后跟前最得势的大宫女 算得上半个主姿 雷厉风行 处置过不少人 如今一朝失事 免不得被人报复 见我来 宫女们呼啦啦跪了一地 我走到竹庭面前 问 皇后娘娘没来看过你吗 但凡皇后来看过她 旁人都不敢欺负她 竹庭的头锤得滴滴的 并不回话 我吩咐这儿拿干净衣裳给她 换上 随我走吧 竹庭回道 娘娘 这不合规矩 奴婢是被皇上亲自下旨发落的 除非皇上下旨 无人能将奴婢带走 我说 本宫便是拿着皇上的手欲来的 能救竹庭的法子很多 没必要去给她顶罪 苏玉玲为何一定要我这么做 自然是因为 我因顶罪被罚的时候 便是她和皇上简举阵和盈婢的时机 这一步棋环环相扣 不可谓不妙 她先挑拨 若挑拨成了 我和盈婢反目 若挑拨不成 便扰乱我的思绪 让我以为她真的只是想救竹庭出来 可她若真心想救竹庭 又怎会一次都不来看她 这手欲自然不是我去请罪换来的 盈婢连做几天噩梦 扶在皇上怀里 哭着说菩萨降罪 骂她是妖妃 害人不浅 皇上见惯了蛇仙美人 没见过心肝跟琉璃似的美人 不过一个奴婢的事 自然是她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苏玉玲有时候也可笑 吹枕边风上来的人 总觉得自己能成事 全靠真本事 竹庭随我回了中翠宫 对苏玉玲的事却三奸其口 不愿意出卖救主 我明白 竹庭是苏玉玲的家生奴才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不过我本来就没打算让竹庭去对付苏玉玲 救她出来 只是为了激怒苏玉玲 苏玉玲果然等不及细细筹 她连夜给皇上送了两顶绿帽子去 皇上震怒 提了一众人等去审 那孙家儿郎 好不容易混上御前侍卫 不可能为了一个女子放着大好前程不要 她当着皇上的面反咬一口 只说是坠勾引她 在她面前扔了帕子 她出于好心替坠保管 免得被有心之人捡去陷害 气得坠脸都绿了 恨不得以死明智 那帕子是奴婢不小心遗失的 被她捡到 竟成勾引她了 求皇上替奴婢做主 奴婢便是再不要脸 也不至于去勾引一个三百眼 奴婢的母亲从小就教导奴婢 三百眼都没良心 一个宫女 皇上自然不太当回事 只是虽说是误会 将此事闹到狱前却也要罚 各自打了几大板了事 至于盈婢 她楚楚可怜地看着皇上 臣妾自幼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怎就突然来了个老相好 皇上再看看 那书信可是臣妾的字迹 少年慕爱在所难免 可盈婢知道自己要进宫选秀 不能留人把柄 那些信权是她写好了 让不认字的小丫鬟照着抄的 我趁机在旁边煽风点火 盈婢妹妹一手捐秀的小凯 这信上的字虽说有些像 却是东施孝贫 全然没有妹妹的风骨 皇上一看 只觉得是拙劣的陷害手段 更心疼盈婢了 她气得第一次当着众人的面训斥苏玉玲 堂堂一国之后 竟将心思放在这些捕风捉影的事上 莫说这些事是假的 便是真的 你将丑事闹大 对朕有什么好处 你就这么想让人看朕的笑话吗 滚回昆宁公司过 没有朕的旨意不许出来 苏玉玲跪在地上 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我挑眉 笑得春风得意 病都快好了 苏玉玲禁足那段时间 后宫难得过上了消停日子 不仅盈婢有孕 连信嫔都传来了好消息 我却有些恍惚 当初连沈宁的死都未曾动摇到苏玉玲的地位 盈婢半军之后 竟真让苏玉玲失了军心 虽然早知以色是人 色衰爱持的道理 可当一切发生时 还是令人唏嘘 男女之间 当真有爱这回事吗 若有 为何她总是不爱她脸上的皱纹呢 我不禁想 若沈宁白发苍苍 满脸皱纹 我只会觉得那皱纹也漂亮 姐姐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盈婢有孕后胖了些 像当年的沈宁一样 红扑扑的脸蛋 温婉极了 我让她把朱砂镯子摘了 有孕在身时 不妨多看些医书 学些医理 盈婷乖巧地点头 我瞧着皇上对姐姐多少有些情意 姐姐为何不趁年轻体贱 要一个孩子呢 我笑道 我已经有孩子了 沈宁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盈婷不明所以 却没有追问 姐姐知道吗 那天我就在昆宁宫的屏风后坐着 那时我心中忐忑极了 既怕姐姐不选我 又怕姐姐选我 这儿陪姐姐多年 若姐姐舍得下她 那等我无用了 姐姐自然也舍得下我 可若姐姐舍不下这儿 此刻就要舍下我 我又该如何是好 我只是没想到 姐姐会那么答 真令人惊喜 我也是那时才明白过来 原来宫中并非都是鬼欲 人无论是何处境 都可以守好自己的本心 她将镯子退下来 却没有还给我的意思 我听说这是姝瑞皇后的遗物 一对的 姐姐一个 我一个 也正好 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 我说 姝瑞皇后曾说过 我的名字起得好 岁安 岁岁平安 人若能平安终老 便是姓氏 盈廷要封妃了 贵 书 贤 得 皇上替她择了书为封号 算算日子 她从贵人到妃 只花了两年时间 足见皇上对她的喜欢 与此同时 皇上也要进封我为贵妃 替皇后设六宫室 圣旨下来那天 昆宁宫发生了一件大事 庄敬公主病了 烧了一天一夜 苏玉玲跪在昆宁宫门前 磕了一夜的头 磕得皇上心软了 淑妃五个月的身孕 气得差点站不稳 我扶她坐下 你刚进宫时那么能忍 如今都是要当娘的人了 反倒不稳重起来 姐姐不气吗? 我们刚得知公主病了 便将御医派了过去 一刻不敢耽搁 反倒是她 公主烧了整整一天才发现 居然好意思在宫门前磕头演慈母 别人看了 还以为我们拦着御医不让进呢 我笑道 一头野兽被困住了尚且会挣扎求生 何况一国之后 再说了 皇后不停而走险 我还抓不住她的死穴呢 庄敬公主的身体向来强健 怎么就那么巧 我和淑妃一进风 她就病入膏肓 我先召来替庄敬公主诊治的御医 查看公主的脉案 不得不说 大权在握的时候 做什么都很顺畅 我统设六宫 本就应该照顾好皇寺 插手公主的事也是名正言顺 脉案写得详细 我逐字逐句看下去 终于发现了可疑之处 姜太医能否替本宫解惑 何为惊热 姜太医达 按人斋小儿方论 惊热者 内蕴时热 玉薄发精 甚则抽搐 便而闲耳 能否说点 本宫能听懂的 嗯 将太医擦了擦汗 回禀娘娘 这说的是惊热之症的成因 公主体内本就激热 只是隐而不发 看起来康健 然而此等内热之症 一旦受惊 内热外发 便会烧起来 此症多见于小儿 虽为低热 持续的时间却长 若不及时医治 恐怕会落下病根 我点头 又将御膳房的管事叫过来盘问 果然 昆宁宫连续一个月叫了唐膏 我拿着麦案和膳丹 直接去了昆宁宫 庄敬公主的热症反复 苏玉玲坐在她床前 忧心忡忡地 竟真有几分可怜 她握着帕子 时不时给公主擦擦汗 听到我来 她甚至懒得抬头 公主病了 我没有经历捅你周旋 莫说皇上了 便是我看了都会觉得 她是一个爱子如命的好娘亲 若是我手上没有证据的话 皇后娘娘可知公主的病为何迟迟不好 苏玉玲手上的动作一顿 贵妃还通医术 说起医术 谁比得过皇后娘娘 你偏要此刻来捅我翻沈宁那笔烂账吗 苏玉皇后的账自然要算 但现在臣妾想做的 是救下公主 来人啊 将公主带回中翠宫 苏玉玲怒道 我看谁敢 公主还烧折 见不得风 你现在要带她走 安了什么心 我将麦岸摔给她 公主到底是见不得风 还是见不得你 她一脚踩到麦岸上 你想说公主的病是本宫一手谋划的 那皇后娘娘不妨解释一下 为何给公主吃了那么多糖糕 公主是甜 昆宁宫一年四季都背着甜食 这能说明什么 真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就当那糖糕是个意外 皇后娘娘不妨再给臣妾解惑 是什么吓到了公主 苏玉玲瞪着我 卢岁安 你何必着急逼死我 等公主病好了 要杀要寡 悉听遵便 许是她的声音太刺耳 昏睡中的庄敬公主突然哭起来 母后 我错了 不要杀雪球 求您了 我会听话的 雪球是庄敬公主的猫 皇后娘娘 大人连续吃一个月的糖糕 尚且受不得 何况一个孩子 公主体内本就燥热 您又杀了她的爱宠下她 这场热症才能来得刚刚好不是吗 若您心中还有几分良知 便让我带公主走 我话刚说完 寝殿的门突然被踹开 是皇上 独父 庄敬是你亲骨肉 你怎可如此待她 都说孤兮养奸 朕当初就不该护着你 净纵的你无法无天 竟敢谋害皇嗣 谋害皇嗣是重罪 我没想到皇上会给他定这个罪名 苏玉玲文言跌坐在地 他知自己无力回天 擒着眼泪笑得猖狂 为了皇室的名声 苏玉玲做的事不会对外公布 皇上如今一听他的名字就烦 全权将处置他的事交给了我 苏玉玲只被圈禁了一个月 昆明宫竟就冷得可怕 身边没有伺候的人 他还是将自己打理得干净体面 朱儿将镇酒递给我 我摆摆手 我还有几句话要问 苏玉玲 你那时已是侧妃 以后入了宫的位分更不会低 你究竟为何一定要害了我姐姐的命 苏玉玲扬起下巴 侧妃 高位嫔妃 我苏家三朝重臣 我爹是礼部尚书 我娘是县主 我凭什么要屈居一个无品官的女儿之下 就为这个 这还不够吗 对 我忘了 你卢岁安的出身比她还低 自然不懂我们世代勋贵的人家在乎什么 我是不懂 皇后也好 嫔妃也罢 你去翻翻历朝历代的史书 谁把名字留下了 争来争去 不过是一泡黄土 害得却是活生生的人命 人命? 你同我说人命? 哪朝哪代的皇帝不是踩着人命走上那至高无上的位置 可有人在乎他们的脚下鲜血淋漓吗? 凭什么到我这儿? 争权夺利便十恶不赦 卢岁安 我只是输了 不是错了 我不欲再和她多言 命人给她灌下镇酒 亲眼看着她厌弃后 我离开了昆宁宫 朱儿依旧有些愤愤不平 她真是死不悔改 丧心病狂 我不在乎 我说 我不在乎她觉得自己错了还是输了 我只要她罪有应得 让她认错悔改 那是佛的事 不是我的事 庄敬公主退烧后 便将一切都忘了 包括她的娘亲 淑妃诞下了一个小皇子 玉学可爱 皇上心里眼里都是她 早已将苏玉玲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依然住在中翠宫 静静看着日升月落 我赢了吗? 似乎也没有 我终究再也看不到沈宁的白头